日语数字这么记忆比初恋还难忘 嗨嗨 皆さん 跟你们大家好 这是原意 为什么灵机处的你一定要学会数字用日语怎么说呢 问时间 说地点 做交通工具 如果你不会数字 甚至买个东西都只能靠计算器交流 那日语的数字该如何记忆呢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日语的数字和中文的数字一样 就是只要你会从一读到十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拼出一到九十九啦 比如十一就是 十一 十二就是 十二 十三就是 十三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到这里有的小伙伴就要提出疑问了 老师 那个四我怎么在动漫里听到别的读法呢 什么 其实 正如我们汉语中的二 在特定的场合我们更加倾向于说两个人而不是二个人 两只而不是二只一样 日语中的个别数字也有两种甚至多种读音 它们分别是四七还有九 那四既可以读作 四 也可以读作 七 也可以读作 有 七既有 七 这种读法 同时也可以读作 七 九 除了有 九这种读法之外 个别场合还可以读作 九 为啥搞得这么麻烦 一个不就行了吗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日本既然很多文化源于中国 中国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对一些数字就有一些小忌讳 比如选号码 八呀十六啊一定是首选 而剩四啊就成了被挑剩下的了 日本人也是一样 四的读音和日语中死的发音是一样的 而九 呱的读音和日语中苦的读音又相同 人生已经够艰难了 数个数字就不要又苦又死的了 更不要说是死去 吸鸡的鸡了 丹毛主席说了 要打败一切牛鬼蛇神 打破封建迷信 现在的日本社会也不会 这么的区分两种读法了 所以除了特殊场合 你觉得哪个读在身口 就读哪个就可以了